民间情绪开始动摇了 伊朗还会报复吗? 这半个月以来 伊朗从上到下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对于要不要报复以色列 伊朗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与此同时 民间对于报复行动的情绪也开始产生了动摇 一些伊朗的年轻人 虽然举行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动 严厉谴责了以色列的残暴行径 但在被问到是否应该进行报复的时候 多数人表现出的是费怒和无奈的混合心情 随着伊朗人逐渐显示出无心报复的态度以后 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调侃 伊朗每一次都是说最狠的话 爱最毒的党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反击以色列 那是因为他们怕了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之前的调侃似乎即将成为现实 难道说伊朗这次真的要认怂了吗 就目前来看的话 这话说出来很为时尚早 伊朗政府现在无心报复的态度 更像是在找最为有力的报复时机 也是给以色列最后的机会 首先暗杀事件发生以后 中东各国大都置身事外 并未结成真正的反义同盟 换句话说 哈马斯和哈尼亚在伊朗的支持下 并没有被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所接受 这对伊朗而言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劣势 如果他们要对以色列进行远程报复 就必须通过多个国家的领空 经过层层拦截之后 再猛烈的报复效果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伊朗若想报复其他成效 那就必须等一个同筹低开的时机 其次伊朗遭遇敌对势力袭击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7月下旬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遇刺 到8月中旬 革命卫队情报官在德黑兰市中心遇害 再到之前的4月份 已经对伊斯法汉的空心 这一连串的袭击 背后矛头都指向了以色列 如果伊朗的高层一直在忍耐 那么他们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无法交代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伊朗在哈尼亚遇害仪式上 无论是出于国内的政治需要 还是出于外交需要 都必须采取某种手段 关键是报复的方式和报复的烈度 让以色列痛苦等待 其实也是一种惩罚 最后伊朗迟迟没有发起报复行动 也有可能是想以哈马斯的诉求为主 对于哈马斯而言 哈利亚的死亡意味着另一位领导人的诞生 但如果没有把握住和谈的机会 与以色列在加沙大成和平协议 那就不是换个领导人了 整个哈马斯都有可能不复存在 因此伊朗的报复引而不发 或许是想为哈马斯争取谈判的筹码 让以色列有所顾忌 如果哈利新一轮会谈又一次的失败 哈马斯看不到任何生存的空间 那伊朗这个抵抗之乎的领导者 自然就没有了克制的必要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